歡迎收看全民音檢閱讀訓練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全民音檢閱讀訓練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針對於全民音檢閱讀的部分 那麼這個閱讀訓分分為三種題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詞彙點空 第二個就是段落點充 第三個閱讀理解 那麼今天我們要講到第一部分 有關於詞彙跟節慧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單字與文法的部分 那麼這個部分最主要考單字 以及考你我們國中所學過的一些文法的基礎 那麼我們總共挑了五題 那麼其中兩題是有關於單字的部分 另外三題是有關於文法的部分 那麼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當然如果整個節目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要講的 這個全民音檢閱讀訓練第七集 有關於第一部分詞彙和結構 好 我們看第一題 好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glasses It's all mine 好 我非常抱歉 I'm sorry for breaking 那麼什麼事情呢 非常抱歉呢 打破了你的 glasses 你的眼鏡 It's all mine 那都是我的什麼呢 那當然是我的錯嘛 那麼因為你不小心把這個 把這個眼鏡給打破了 所以這個是錯誤的 那所以說我們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A joke 當然不可能 但是開玩笑的是 joke 我們還有一個叫 kidding joke 那麼這個都是開玩笑 question 題目 問題 問題也不對 question for 標準答案 for 錯誤 wrong 錯誤 idea 想法 所以我們答案是C It's all my fault 也就是說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glasses It's all my fault 那都是我的錯 錯 fault ok 好我們看第二題 Wish 由於emails 有email 以及telephones 由於有這個 email跟這個電話 那麼怎麼樣呢 has become easier 更加的容易 連綴動詞加上一個 比較極形容詞 easy 更容易 and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那麼世界getting 這個用進行字就表示 越來越 世界就越來越小 變成一個地球村 非常小 好 那怎麼用呢 怎麼來選這個答案呢 with emails and telephone 怎麼樣 has 那當然由於這個email 跟這個電話呢 使得什麼 聯絡通訊更加發達了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difference 不同的 完全不行 當然是有一個difference 這個是名詞 名詞不同 那還有一個difference 形容詞 形容詞 不同的 不同 那麼communication 標準答案 這個就是所謂的 溝通 通訊 傳播 使得通訊呢 已經變得更加的容易了 所以通訊 communication 那麼還有一個叫communicate communicate 動詞 我們叫做 與某人溝通 communicate 通常後面會有一個界隙 其實叫with 跟某人溝通 communicate with somebody 跟某人溝通 好 C呢 subware 就是所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們經常看的軟體 我們電腦運用商的軟體 叫subware 軟體 那還有hardware 那麼就是所謂的硬體 軟體硬體 housework 就是家室 家室 那當然不對了 家室 那麼如果說 我們說housewives housewife 就變成家庭主婦了 housework 就是家室 所以整個就變成 with email and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easy and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世界變得更小 這兩題是屬於單字的題目 好 我們看後面三題呢 講的是有個文法 我們看第一個 fred and jake are good friends and are basketball fans 他們倆 這個fred fred and jake fred跟jake是好朋友 而且怎麼樣 那麼他們都是籃球迷 他們兩個都是籃球迷 他們兩個都是籃球迷 好注意喔 總共只說的兩個人 我們在這個不定代名詞裡面 曾經講過提過 非常重要 而是這一次國二要考 期末考要考 有關於這個不定代名詞的部分 什麼sum of most of等等 那這類的考題呢 非常的 變化多端 變化多端 那有一個非常明顯 就是只有兩個人的話 我們用一個字叫boss 像父母 boss of my parents 那麼這個是只有兩個 所以只有兩個的情況下 我們只能用boss 不能用to 好 那all of them 這三者不對 one 是一個 因為他說r兩個人都是籃球迷 所以兩個叫做boss of 所以答案選c boss of them 這一題通常會跟什麼一起考 就是他也會考你to of them 假設你選這個答案就掛掉了 因為這個是 比如說總共有五個人 其中兩個人才可以 你原來只有兩個人的情況下 沒有第三個 那就boss boss 就像父母一定說boss 是非常重要這一題 在考試裡面經常出現 在這個 所謂的 不定代名詞裡面經常考 就boss of 兩者只有兩個 特別注意 所以答案c 這個就變成了 Fred and Jack are good friends and both of them are basketball fans 好 第四題 Nancy Fag Fag就是 偽的假的 好 我們再叫音 音品 假的 仿冒的 那麼他們怎麼樣的 cd 當了檢查來的時候 那一定是偷偷賣 賣這個cd 以前這個cd流行的時候 很多人是會仿冒 copy 結果呢 檢查經常去抓 查這個 這個所謂的 盜版的 也就叫盜版 盜版的這個cd 好 那當警察來的時候 注意哦 這個wain的時候 我們說過 wain的話 兩邊時間是同時 那麼通通 這個就是說 當這個時候 這個事情也是發生 但是有一種情況 如果一個時間短 一個時間長 比如說我們經常說 地震發生的時候 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正在洗澡 那為什麼要說地震發生 我正在洗澡 因為洗澡時間長 地震的時間非常短 電話來亮的時候 我正在 看電視 看電視時間長 電話 這個 響的時候時間短 所以說一長一短 長的持續性的 我們用進行式 而短的 我們用過去式 這特別注意 過去式就是一個點 好 當警察來的內剎那 他們已經在那賣 賣了可能賣了 搞不好 這個好幾個小時了 或一個晚上 警察來剛好被抓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用注意 過去式對過去式 過去進行式 表示一個長的時間 就持續性的時間 要持續 它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答案選 豬 這個就變成了 Nancy was selling fake cities when the police came 警察來的時候 那麼這個 剛好他們正在賣 Nancy was selling fake cities when the police came 好 最後一題 第五題 保羅說什麼呢 有兩個人在講話 對話型的題目 對話型的題目 保羅說 I'm going to the Tybee city poor bus number to 86 go there 什麼 這個就我們學過的 叫做附加問句 有一種叫附和句 他是我也是 有一種附加問句 不是嗎 這種不是嗎 所以附加跟附和很多人搞錯 很多搞錯 附和句就是 這個別人說什麼 我也跟著剛好 順著語意出去 但是這個附加問句 希望得到別人認同 那麼約翰是高的 不是嗎 也是希望得到說 大家認同說約翰長得很高 所以這不一樣的語氣 特別注意 好 這個這樣 我即將要去台北市政府 公車286 是不是到那裡呢 不是嗎 yes 那代表肯定 but you can take MRT2 那你也可以搭捷運 MRT2 不一定是要搭286 好 那當然這個是表示說 肯定的語氣 肯定語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問題是這樣 那麼 那麼 主要是以這一句為主 下面這一句 這一句沒有 因為它是句號 以這一句 這一句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動詞的部分 動詞是一般動詞 Ghost 一般動詞 我們就用助動詞來做 這個肯定或否定 所以第一個要先出助動詞的話 那這個 公車主詞在後面 公車主詞的話 我們就第二次用IT代定 因為它這個一定要用代名詞 附加問句用代名詞 而且要縮寫 所以用 doesn't it 答案非常清楚的 答案選B 叫做 doesn't it 一般動詞要用助動詞做否定 前面肯定後面否定 前面否定後面肯定 是附加問句的文法規則 非常重要 這個不但是在 我們的這個 音節的這個 詞彙結構會考 包括我們會考也一樣 因為這個部分 就是整個會考的範圍裡面 好 所以 Yes but you can check the MRT2 所以這個整個就變成 I'm going to the Taipei City Or bus number 286 go there Doesn't hit Yes but you can check the MRT2 好 這個就是答案選的是B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跟大家帶來有關於 詞彙跟結構的部分 在這個全民音檢初期閱讀的部分 好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經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 新到不能再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 全民音檢閱讀訊練見面 謝謝